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报纸整个我们都知道香港当时的我们所谓的本土左派我们叫左仔嘛也在街头搞革命有一阵子还把文革要带进来进行六七年对然后后来是周恩来总理然后就说香港情况特殊不移在香港搞文革等等反正那个年代很多资讯它是有的连新闻也讲到雷锋都伟大那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老八就坐下来 很认真家伙千万别学雷锋 为什么呢 可能他怕因为当时我们一边的老百姓很多都对不太对革命什么政治兴趣不大不仅兴趣不大非常害怕看到报纸说像街头抗争当时英国万恶的殖民政府会打压的 你知道吗会抓你打你用警棍打你开仓当时有有死人的吗我们当时才几岁啊你父亲就怕我感觉到啊这个理解实际也是有错位的就是他父亲说他不要学雷锋啊 比较多的你看把雷锋跟这个左派的革命结合在一起可是我跟你说如果一个大陆的父亲跟孩子同样说说你可千万别学雷锋啊那么他的意思多半是说呀你不要那么傻去做好人现在在社会上到处都是坏人都自私自利你去做好人去帮助人你有什么好处对吧你最后就被别人给坑了他可更多的可能是这个意涵 我父亲完全就是这个意涵你会说我说什么你说你等于我父亲那我父亲可能我表达不清楚我父亲就是这样意思是因为当时的革命啊他就怕年轻人啊觉得在香港反对英国殖民政府这是做好事就学雷锋自己牺牲明知道可能被抓的明知道可能读不了书的他对我们是把所有事情放在一起他父亲跟他讲你千万不要学雷锋啊并不是把雷锋 作为一个负面的词来讲嗯而是作为一个你革命但是有风险啊会有危险会带来不好的后果所以你乖乖宅你不要出去你你不要这样我觉得是这个意思雷锋有没有走上街头去革命他们误解他们误解我说这里面有误解的成分吗就我是不知道不知道雷锋背后到底做了什么事反正他做好事自我牺牲好坦白讲也是啥好亲爱的家伟让你叫你认得我们的雷锋啊 这个咱现在强牲当然行也展开这个学雷锋运动啊这个雷锋当年这个碰巧就给拍下来了这是在减粪呢减粪你看再看下一张哎呦这是当年雷锋的故事啊打着手电这个在学毛选再看下一个怎么这么亮呢 然后呢雷锋送老大娘你再看下边哎雷锋在义苦思甜我感觉是在边说边哭吧雷锋好像我小时候说他小时候被地主家的狗啊咬过这个你再看下边这是雷锋给同志们补补袜子啊再来看下边这是今天的雷锋认得那个到台湾 他撒钱的这个这个大陆雷锋吧是 陈锋听说他快要来香港撒钱了真的啊我正在打听再打买去香港人民不得疯了对我是看到报纸嘛说哎陈先生打算来香港撒钱那有人问他你准备撒多少钱啊一百块一张是五百他很豪气我呢当然是一千块一张面额的准备这样撒那我觉得据我对香港人的了解要是他真这么撒 港人就能选择当特首很好啊刘璇以后就是他了哎这徐老师光合作一说学雷锋你想说什么我我哥哥就学雷锋标兵吧我书里都有写嗯他那个时候在大庆东北石油学院他每个月家里寄给他三十块钱他有同学经济很困难他就把其中的十五块钱悄悄的塞在那个同学的枕头下 那那时候的同学啊觉悟也高他看到有钱啊嗯他也不是自己拿下马上向这个支部书记汇报就说哎呀有人钱放在我这个枕头下面那支部书记就在班上开会了就说谁做了好事啊谁学了雷锋啊嗯然后我哥哥就在那里不说话然后心里是乐自制的这个充满了这个助人为乐的快乐吧巨大的快乐他就不说 当他写信回来给我父亲说我父亲还是夸他我父亲倒跟你不一样我父亲还是夸他好就我妈妈在旁边担心那剩下所有块怎么够啊哈哈哈哈哎这是真的事情这个这就是那个时代所以那个我也经历过那个时代啊跟真是这个真心真意的就是那是说明明啊没捡着钱呢偷自己家里的钱呢跟老师说这是我在马路上捡到的甚至给警察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对那么交给警察说实际家里抽屉里偷的钱对偷的钱我就真的交给警察叔叔嗯啊就是我幻想的警察叔叔也像小儿书上说的那样抚摸一下我的那个小小小小头说什么真是个好孩子当然十二桩的警察没对我做是这样的示范我刚才他们这一系列照片不是一再强调说都是顺便摄影记者过来碰巧拍照嗯就说我们啊经常我平常当中假如有人在拍我啊要我正常的讲课啊 或者跟家里人说话或者补袜子这种很小的事情我做不了的嗯我会笑刚才我没有看到今天的活雷锋陈光彪嘛对吧我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就是毛主席说的这个词啊往事越千年嗯真的就说中国社会发展之快雷锋不过是几十年前的事情可是怎么我现在感觉啊就越就现在都已经是个什么社会了你比如说你说表演 那到现在你像人光彪先生他认为行善就是要高调嘛什么做好事不留名我就是要表演我把我善的行为表演给你们看我不认为有什么错当然这是陈光彪的逻辑你看他跟当时那一方都是做好事也许是人类也是千秋万代一贯的啊可是穿的衣服啊表达和想法不同的态度而且你知道这个社会也很大的不同我现在就发现了 这个风气你从这个手机段子上啊你就发现了社会风气跟雷锋那个时候不同了你就说现在这手这手机段子都聊什么说一学一学雷锋啊老奶奶都不够用了就是他们都在讲什么段子那把老奶奶就扶过去把老奶奶说让我歇会儿就是你想拿这个来调侃甚至我就跟你讲我就说啊这个一个手机段子我们能看出 就现在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风气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啊这个社会风气是极带拯救的这个社会沉沦到一个什么程度啊他们发给我说2012年最佳短篇小说徐老奶奶看你的研究范围榜样最佳短篇小说啊很短说什么呢他睁开眼女子变得他啊他睁开眼昨夜的醉意已经退去 床是自己的家是自己的陌生男人已经穿好衣服正要开门而去他突然有些忧伤脱口而出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男人回头温柔笑道就叫我雷锋吧这也是他们说做好事不留名这个呢但是你看他就已经就就说做好事不留名是吗 其实这个雷锋虽然是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个典范啊其实在台湾也流行你这样说让我想到我80年代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大学男生啊荷尔蒙当然比较旺盛啊你经常有时候不是经常啊先说好啊我太太在看啊这时候别人啊我的同学们偶尔会跟一些女生嘛在那个过一个浪漫的晚上当时我那时候不觉得很奇怪啊 现在回想当时的代号也就叫雷锋了跟你的短篇小说是一样的也是说我去做人为乐啊因为第二天我们会取笑嘛说哎昨天昨天看到你跟一个长得很丑的女生过夜什么好他就说哎我做做雷锋吧我不明白为什么两岸啊其实80年代还在隔开已经这个代名词啊用在这些好色的男人身上当然你看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出啊这个世道人心的变化 在那个时候不是说党和政府不让你这个开这个玩笑就不可能有人拿雷锋开这种玩笑当然你从另一种角度来讲今天社会也是宽容了对吧允许你发个手机段子就这么调侃调侃对吧可是呢你就你讲的啊好像学雷锋的那个时候啊没有荷尔蒙这种事情嗯就是说我们大家就好像不能去讲这个欲望是吧 但是今天你看都可以拿这个色情去开玩笑或者说至少是这也很对啊承认人的这个性的欲望嗯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你发现没有学雷锋那个时候和现在的区别是什么那个时候大家基本上吧都一样穷啊嗯基本上都一样穷 现在呢换了人间嗯所以咱们得去下广告嗯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嗯嗯嗯嗯嗯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致改变世界 三亿重工 我一直在期待像个小孩重回天生的自在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白景公寓独动 全球发售 我并不是对学雷锋有什么意见 我认为这个人做好事 行善积德 这是千古不费的一个基本价值 对吧 不是说这个 而是我真是觉得 从这个里边 你能看到 很多问题在我们学雷锋的年代 不会提出这个话题 但是现在提出来了 所以我也想请你们两位 发表发表 就是你像那天 我们有一堆朋友聊天 聊到美国 聊到什么比尔盖茨 有一个人就说了 富人才应该学雷锋 说这个学雷锋 是富人的事情 说是穷人 他连自己的基本的所需 温饱都没有 就说你比如说 你像比尔盖茨 为什么活雷锋 你们在贫富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下 富人才有条件 而且也应该学雷锋 甚至他还引证历史 说你说当年欧洲 对吧 这种所谓贵族传统 那最讲究这种舍己为人的 其实是一种贵族的精神的情操 在欧洲的历史上讲 就像徐老师原来也说过 在孔子的那个时代 对庶民 普通老百姓 要求不一样 道德要求是不一样的 普通老百姓没有给你们有那么高的道德要求 理不下树人 理不下树人 行不上大夫 可是文桃 文桃我对你朋友的看法 我是完全相反的 因为我们要先搞清楚 什么叫做学雷锋 学雷锋不是做好事那么简单 需要坦白讲 扭曲压抑制止的 所谓人性 我们最基本的欲望 还有我们怕痛怕死怕恶 你要把这些压住 自我牺牲来帮别人 这个才叫学雷锋 再来说假如要学雷锋 自我牺牲到很穷很痛苦的阶段 那只有穷人才能这样做 你富人掏一点钱 像比尔盖茨 掏很多的钱来做善事 他没有什么自我牺牲 他不需要太 不用挨饿挨冷 不用嘛 所以富人是学不了雷锋的 他没有学雷锋的条件 学了雷锋才叫圣人 对 你穷人越穷 你本身就饿 我不怕饿 你本身就穷 我不怕穷 饿是我自己 我也要让你吃饱了 这一个才叫学雷锋 这次大幅度的宣传学雷锋 我也是有个感受 我的感受是宣传目的是高尚的 宣传手法是过时的 这是我的基本感受 而且嘉伯刚刚刚提的也对 现在大家把雷锋当作个框 每个人都在里面拿自己的东西 这个符号啊 能指所指关系拖得太开了 到底什么叫雷锋 你刚才讲那个雷锋是慈善 我们通常讲的是猪人为乐 但是他刚才讲的雷锋是牺牲精神 要克己 奉公 甚至毫不利己 专门为人等等 我们仔细辨别一下雷锋精神 他不有四句话吗 对同志像春风天 春天般的温暖 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 对 对个人主义 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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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 对敌人像冬天般的 枯武情 我仔细想他四句话 第一句 对人像春天般的温暖 没错 但是他是对同志 你看这个同志 这个定义就要下很大的分别了 什么叫你的同志 那不是你的同志的 你就可以不用像春天 你不认识的人 或者外国人 你就可以对他冷空无情了 我觉得这个 首先这个定义 假如我们把它修改成 对人像春天般的温暖 那基本上可以接受 当然也不要太温暖 太温暖人家会误解 对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 基本上没什么错 但是问题是很多人 对自己的专业爱好 不在工作之外 他也是夏天般的热情 也没有什么可以分意的 这是重新思考 第三个就是太大问题了 个人主义 秋风扫落叶 个人主义完全有不同的理解 你知识之力 占人便宜 这叫个人主义 你个性解放 我勇于承担个人做选择 这也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 从最卑微的个人的侠念 到人类最伟大的壮举 都可以用个人主义 你怎么用来一个秋风扫落叶 把它全扫掉呢 那第四个最成问题的就是 对敌人要像冬天一样冷酷无情 这个敌人万一要是挑错了 你这个冷酷无情 你就害了人了 还有就算对敌人打仗归打仗 是不是要冷酷无情呢 对 徐老师 所以我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要重新开 我非常尊重 你这个就是用金人解蛊书了 就是他有他那个时候 咱都理解那个时候的话语场 对 那个时候的社会情况 但是呢 你讲的也有些地方啊 是跨越时代的 都可以讲 就是关于这个个人主义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有道理 就是说什么呢 你说啊 我觉得现在咱们的这个社会发展啊 你看好多包括你们这个什么知识分子 公民知识分子 好多人爱聊公民 那杂志上动不动就是什么公民精神 这公民 我有一个谬谬谬谬啊 我很反对来自 就是我反其道而行之 我不喜欢谈公民 因为我这辈子最早听见公民这个词 你知道是在哪吗 在哪里 是在前苏联的电影里 克格伯管人才叫公民 我第一个听到的公民 克格伯公民把你钱包拿出来 公民把你们家门打开 克格勃 他叫公民 这是我对公民得到的第一个印象 二一个就是 我看今天就说 好像公民很对啊 没有什么不对 美国不都讲公民吗 可是我觉得啊 先讲私人 这个私权不利啊 无以公民 因为你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对吧 包括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在这些前提之下 一个人才能谈得上 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 对吧 自由是要负责任的 你首先有了自由独立 你才懂得为自己的说话负责任 如果你这些属于你个人的权利 都根本没有的前提下 或者说经常被破坏的前提下 那么我觉得谈公民呢 有点远吧 因为公民这个概念跟词啊 在欧美世界源自于相对于王权 当初的皇权 皇家 还有政府的很重要的公权力 我们翻译之后 所以相对而来的 我们称为公民社会 或说民间社会 所以当初在欧美 出现公民这个概念的时候 里面已经包含了个人的 这是你所期待 所希望 所喜欢的 个人的 当然在中国的语境不一样 中国语境也是 语境现在要去广告 将下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刚才讲的这个是太重要了 正好我其实我那越界言论的第一篇文章 一万多字就是讲这个问题 公民这个概念就包含了私人的权利 私人的权利 就是他是强调私人权利的 跟公民 另外我们常不用公民 用的另外一个概念叫人民 人民他就不包括了 人民是一个集体的概念 公民是每个人自己的 宪法规定的 是无法剥夺的 但是人民 这是一个集体的 你永远不是人民 你明白 你很难说你是人民 你一个人怎么算人民 对谁是人民 我看到店里写的为人民服务 他态度不好 我说你为人民服务 他说你算人民吗 但是我可以说我是公民 他没法否认的 他有一个分别 假如叫人民呢 是用政治来把它定义的 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公民是一个法律的概念 用法律来把它界定下来 你保障了 所以假如从人民的角度说 你不是人民 你是敌人什么 严格来说 你也不能成为公民 他会剥夺公民权 对 剥夺公民权 剥夺公民权呢 需要一套法律程序 需要宣布你剥夺政治权利 可是剥夺人民权太容易了 我只要开会说 你乱过男女关系 你就偏坏分子 你明天就不是人民 这个太容易 这个每个单位都可以做出来 这是个议会 所以这是个 人民是个议会的概念 公民是个现代法律的概念 但是背后的区别 就是你刚才讲 就是私人的权利在哪里 这个概念 这个才是一个关键 所以我就说 私权不利 无以公民 对吧 这个而且呢 但是你看啊 这个就真的是 时代变了 你刚才讲的 那这是一个战斗的社会 战斗的时代 所以要分清敌我和等等 什么国民党还在台湾党 他他是那个时候的人呢 是有这个敌情 敌情观念的 这个我觉得毕竟离革命和战争啊 时间还太近 不过讲回雷锋 我总觉得很多人学雷锋 还是值得尊敬的 我还讲回我哥哥的事情 我讲回很具体事情 他那个塞钱很可笑吧 他晚年工程师退休了 人家要一个私人的海洋 开石油的机构要请他 很高兴请他去 他不去 我就问他为什么不去 他说他们要我去 就是造那个钻头 钻石油的钻头 他说他那个钻头一造出来 我那个厂 他那个厂有五千人 是一个重大的国企 我那个厂就完了 我就说拜托啊 那不是什么国家机密高科技 你不去 他们随便找另外一个人去也造 你那个厂要玩照样玩 我这个学雷锋的哥哥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要玩我不管 不要玩在我手里 值得尊敬 反而碰到了另外是走另外一个方向 当年学过雷锋啊 他就非常痛恨自己 怎么那么笨 怎么被摆布 坦白讲当年的学雷锋 很多不是自发的嘛 你以为是自发的吗 可能看报纸 可能整个社会 学校教你 群众政治运动 对 还有整个气氛 然后成长以后 你就觉得我真笨啊 当年为什么这样子 为什么偷家里的钱来 那你气死我老爸怎么办 他就走去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其实我觉得啊 这种人格或者什么 这是个个人成长的一条道路 像我们从自私自利突发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